第三次試題想要使一輛時速108公里質量為1500公斤沿著直線行駛的小汽車停下來請問煞車時摩擦力做工多少焦耳根據功能原理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變化 這題是動能的改變就是後來的動能減掉原來的動能我們後來動能是0那原來動能就是要用1 2分之1mv平方做 但是我們要注意這個V呢用的單位是每秒幾公尺而題目給的是時速是108每小時公里所以我們要把單位換算一下108公里換成公時要乘以1000小時換成秒鐘一小時60分一分鐘60秒所以呢我們計算一下我們會發現108乘以10除以36那麼這邊就是3所以就30也就是我們時速 108公里就是108公里就是每秒鐘30公尺的意思所以要帶回來我們就是變成-1 2分之1質量是1500公斤速度是30的平方 就會變成750乘以900就變成675000也就是6.75乘以10的5次方 所以第30次方問我們說請問煞車時摩擦力做工多少焦耳我們答案選擇是A-6.75乘以10的5次方 你承調和E-6.70 potentially煞車時摩擦力